調整一下 這個是 我要開箱我的 簽證 這是非常非常緊張的時刻 你完全不緊張嗎? 不緊張 為什麼?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呢 好,不是我們今天,是我 最近申請了美簽 那 我好像,你記得我是禮拜幾去送箭了嗎? 我不知道 我記得是禮拜一還是禮拜二 一或二 寄箭 沒想到今天是禮拜 五 禮拜五 他已經寄回來了 你要不要先解釋為什麼你要申請美簽 好,為什麼我們要申請美簽 可是我們應該 這個高潮結席應該直接先來 不是嗎? 對不對? 好,因為我現在很緊張 我解釋半天到時候我沒有過 那也是一個節目效果 好像是齁 好,OK 好,那我先解釋一下 有些人是不能夠 辦 ESTASTA的 像什麼樣的人呢? 好啦,你先開來 簡單說,譬如說是恐怖份子 對不對 沒有 不是啊,我不是恐怖份子 那 但是 身為旅行者 你很有可能中標 有具體是哪些國家呢? 欸,我現在這個還真的要查一下 好 我先查一下 誰不能去過呢? 好 來喔 授權 ESTASTA的 來來來來來來來 可能資格豁免 反正呢 你如果個人去過 伊拉克 伊朗 北韓 敘利亞 蘇丹 利比亞 索馬利亞 或葉滿 這幾個國家 不好意思 ESTASTA 你不能夠申請 OK 所以 我們去 欸,我們上一次 我本來講去年 但是其實我們上一次出國是 三年前 我們三年前出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已經有實體的美簽 就是我們是選B1,B2 就是觀光旅遊簽證 B1,B2簽 那 一般的人去美國 一般台灣人去美國 只要憑著台灣護照 基本上 你就是 呃 申請ESTASTA就可以了 一般台灣人 就是用ESTAS就可以 可是 你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已經去過伊朗了 所以我 一定需要辦 B1,B2簽 所以我早就已經辦好了 那那個時候 Wendy 是第一次 辦實體的美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一趟環遊世界旅行 我們會先到伊朗 然後 之後再過去 有可能會到美國 那 要辦美簽 你如果是台灣人 基本上你就是在台灣辦啊 所以我們就 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先辦好了實體美簽 然後 再過去伊朗 這樣子就確保說 我們去完伊朗之後呢 我們也能夠 持著這個 B1,B2簽證到美國去觀光 因為如果你用ESTAS的話 那你其實是違法 除非你是 謊報 他如果沒有查到的話 或許OK 但是如果他查到的話 這個就真的 很有問題了 所以 我們就是誠實的申報 所以我們去過伊朗這樣子 好 講完這麼多 重點呢? 這一次 我辦的美簽呢 是因為我是續簽嘛 我是五年前 已經辦過一次了 那我這一次續簽的話呢 我就沒有去面試了 因為我看他網路上 好像說 我基本上是符合不去面試的 那就把簽 就那個表格還是要填完 填完表格之後 喔那個表格很複雜 那個超多東西 反正美國就會問你一大堆東西 然後填完之後 印出報名 印出那個表格 好像叫DS160吧 然後 印出那個 免面談的申請書 因為要符合特定條件 才有辦法免面談 然後還有你的繳費收據 以你的那個大頭貼 那每天的大頭貼 又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來來來回回 搞了好久 而且網路上找不到什麼資料 就是關於這個 如果免面談的這種簽證的話 沒什麼資料在講 所以我想說 今天這集是不是 拍給大家看 如果有人想要 走這條路徑的話 也可以稍微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開箱 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那麼快嗎 一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就算我禮拜一好了 禮拜一丟 今天禮拜五就送到喔 OK 我禮拜一丟那個順風 然後今天就收到回函 好來囉 所以Wendy是覺得我有 然後我的話是有點緊張 我很擔心說我會被拒絕 說你要再來一趟 我們再面試你一次 或者是 我的錢甚至直接被 被 被退 就是沒收 他不給我機會去面試 也有可能 因為這裡有一些個資啊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顯示出來 然後我有先把 喔 過了 真的被拒絕了 喔 他說 Your case has been denied under section 221 OK 他說 你需要 你需要去面談就對了 好 所以真的 真真實實 我們被deny 我們的 美簽 我前陣子看的話 是 幾乎是隨時都可以去面試 就是 你可能 下一個可面試時間是 就是 三天後 兩天後 但是 我 上個禮拜 就這禮拜看的時候 已經 要到七月了 就是要 一個半月後 才有辦法面試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呃 我不確定我這樣子 我繳的費用會不會 等於沒有繳 我不確定啊 他有可能是 叫我去面試 所以我 我那筆繳的簽證費應該還是算 還是算OK 因為那筆很貴 那筆 四千八還是五千 四六四 四千八 對對對 就是四千八 很多欸 四千八 好 那 現在廢話不多說 因為有點緊張 我先登入每千的那個系統 看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 唉 好 我先登入我的那個 護照的部分 是還算OK啦 就是 你應該是沒有要從繳錢 但是 還沒安排預約 所以我就要來安排預約 對 那就這樣子 你 我相信 我相信我是不用再 再繳錢了啦 我相信 我希望 我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我希望我是不用再繳錢 然後 那我就要趕快 回首頁 我要去預約 可是我以為我是可以符合不用面試的耶 面試嗎 有啊 我記得我是符合的啊 可是他就說 我還是要預約 所以 我就只好再預約囉 現在第一個可以用的時間 就是可以預約的時間是 呃 哇 6月30了 就蠻 蠻後面的啦 說真的蠻後面的 好吧 可能就只能這樣子了 那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應該是不用再重新繳費啊 至少 我這邊系統上面沒有叫我重新繳費 那我損失的部分呢 第一個是時間嘛 那第二個是 呃 我去寄件 我去寄那個 順風 順風的話是280塊寄出 然後 回收回來 剛才是320 所以總共是 600塊錢 對 600塊錢是拿不回來的 就是 你寄過去跟寄回來 那是不是早知道 就直接去面試就好了 對 但是 那時候就想說 是可以面試啊 其實有時候就這樣子 其實你去面試一趟 也不會很久 可是你以為你不用啊 對我以為我不用 可是其實 你如果是需要的話 你就會搞得很麻煩了 對 所以 可能這個算是一個 教訓吧 就是如果大家 要去的話 就是 你如果不確定 你到底可不可以 你乾脆就直接去面試 因為價錢是一樣的 那甚至譬如說 你這個油資跟你跑的時間 就等於說浪費了 那你都要跑一趟 你看跑一趟也是 也是要跑一趟去那個 去寄件啊 所以其實 如果你在台北其實都差不多的距離嘛 所以你就是直接跑去一趟 那面試你再怎麼樣就是一個上午的時間 你至少安心 那你這樣子 你時間要拖到 原本是可能上個月就可以辦完的事情 現在拖了兩個月 三個月 然後還要再重新面談 對 好吧 那就也只能這樣子了 就 當時 當時不知道 沒有經驗啦 只能這樣講 沒有經驗 所以 提供給大家 這樣子的 我們自己的血淚史囉 好 那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升級每件都順利 好 如果我們接下來 後續 辦得順利 再跟大家說 掰掰